各位議員,現在我們進入第五項議程 討論及表決 第五項議程是討論及表決 關於吳國青議員於2016年11月1日提交的要求專門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體會議簡單的議決案 根據議事規則第139條的規定對於討論是否進行辯論的全體會議簡單的議決案是有時間限制的 辯論的動議首位申請人不超過五分鐘的引誡 未簽署申請的議員可以作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 整個階段是不超過三十分鐘的 下面請吳國昌議員作有關的引誡 謝謝主席 各位同事 行政長官應盡快啟動政制改革 爭取及時完成程序 於2019年實現普選特首 讓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我們記得在2012年2月29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 就通過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人大常委會副備司長喬曉陽 也隨即在當年的3月1日來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東亞運動館 進行相關的解釋指出 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者協商產生 並未排除將來澳門選擇普選行政長官的制度 將來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是很清楚的一個可以的選擇 行政長官在2014年在爭取他建選連任的政綱當中 也都明文承諾按照基本法規定 穩定、穩步推進民主政制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 本人過去在施政辯論當中 也都一再公開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科學隨機抽養的民意調查結果 證明我們澳門居民當中 在科學隨機抽養裡面的調查六成的受訪者是贊成 行政長官應該盡快改由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而當中三分之二甚至是直接認定希望在2019能夠實行 澳門居民應該有權直接去提名特首 這份科學隨機抽養的民意調查 現在仍然可以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網站裡面的澳門 政制發展民意調查專項裡面可以全部檢視所有的內容 世界各地歷史文化條件不同 民主政治的發展當然是需要配合實況 但實況可行應行而過於保守強行拒絕發展則是不負責任 必然不利於長置久安 從批判的角度來思考 澳門特區儘管經濟繁榮 但小圈子選特首的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了親疏有別利益輸送 而高官問責從未落實的困局 應當急早警醒急早改變 劈走小圈子走出困境 有致領導澳門的人 應當接受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的考驗 接受全體澳門居民的監督 從大中華的角度思考 澳門特區現在被譽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熱土 更加應當掌握時機 讓澳門實現真普選 證實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下一次行政長官的選舉將會於2019年要進行 要屬落實普選特首 就必須經過公開的諮詢 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 提醒全國人大同意等等 這麼多的程序必須合組去籌備 而且也都必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局 和行政長官親自去啟動這些程序 因此本人認為現在行政長官 就的確是應當合組去啟動 在他任期裏面履行承諾 並且落實由科學文意調查裏面 令人知道大多數澳門居民的期望 爭取在2019年特首換屆的時候 在嚴格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的基礎上 改進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 嘗試開放行政長官的提名方式 以及建立全民一人一票 選出行政長官的制度 循序漸進 繼續推進我們的民主政制發展 本人是希望透過我們立法會的公開辯論 各位議員在公眾監察之下暢所欲言 讓行政長官集思廣益 及早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出決定 多謝 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現在對國昌議員有關辯論的申請 進行一般性的表決 我們的表決是以簡單多數進行的 如果我們一般性的表決 獲得通過 我們再進行細則性的表決 如果一般性不通過 我們便不進行細則性的表決 現在對有關的申請 進行有關的副表決 有關的申請是未獲通過的 我們不需要再進行細則性的有關的表決 有無表決聲明 沒有表決聲明 我們現在進入下一個議程